根據國民健康署的統計 台灣40歲以上的男性 腰圍超過90公分的 有六成都患有代謝症候群 而這很有可能會引發心臟病跟中風的危機 廖爸爸70歲了 彎腰手碰地 臉不紅 氣不喘 從消防員退休10年了 腰圍還是維持標準的87公分 身體健康的秘訣 除了飲食清淡 就是每天固定運動 不過像廖爸爸這樣健康的中老年男性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 許多人一不注意 就會出現大肚男 國民健康署定義 男性標準的腰圍 必須在90公分以內 最近20年 男性腰圍超標的比例 從11%已經攀升三倍 到去年是每三個人就有一個超標 而40歲以上腰圍超標的男性當中 就有63%患有代謝症候群 如果罹患代謝症候群的人 你得糖尿病的風險是比一般人來高六倍 那如果是心臟病跟中風 就比一般人高兩倍 國民健康署表示 很可能是飲食習慣及生活壓力 造成大肚男的爸爸比例上升 而為了避免慢性病 國民健康署建議 還是得從健康飲食做起 而且要遠離煙酒 還要有固定的運動習慣 記者林中午張國良台北報導